大家好,我叫Halloween 自2.4版本更新後,扣匪的陣容已經改變了 沒有絕影碼、計策,全部都是一股作氣和上兵伐謀 舊有的扣匪陣容已經不適用了 想要多拿些補償,不再看排名,而是看殺傷力 詳情可以查看我以往製作的相關影片 平民打扣匪,一都要過一億其實都是有可能的 沒有紅馬具、沒有套裝都可以做到 但兵書要求的品質要好 當然主攻的等級到70級是最理想的 兇奴的前排是重盾兵、短槍兵和重盾兵 按照屬性雙黑的設定,我的前排會用 趙雲、攜帶尊墓、騎花鐘馬、任命統碎十 許署用吳月春秋、騎花鐘馬、任命統碎九 民丑用站勞劫、騎花鐘馬、任命上將九 後排有張國用孟子、騎子星馬、任命軍師九 余吉用漢書、騎八號馬、任命軍師十 華陀用三略、騎子星馬、任命軍師八 計策用八卦陣和一股作氣 軍鞋用盾車 兇奴攻擊力不算強 只要保護好前排讓前排生存久一點 殺傷力可以提高 趙雲用專武輸出力是最強的 差不多有五分之一都是趙雲打的 任命統碎十可以增加趙雲的防禦力和攻擊力 在使用專武的同時 統率也可以被趙雲所利用 許署的存在是為了令前排支撐得更久 我知道有人會用董卓 因為董卓是群雲類的將領 加上他是最坦的平民將 但這個人是相當自私的 他只是坦自己 只有他撐得久是沒用的 要前排整體存活得夠久才可以提高傷害 而許署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正因為兇奴的攻擊力不強 許署的護盾可以存活得久一點 足以保護隊友 加上有撫衛軍的加成 坦的程度不雅於董卓 我現在的撫衛軍已經升到第十一級 用了吳越春秋和任命統碎九 可以令許署更硬 第三位前排我會用文酬 原因是我沒有升馬超的西梁騎兵 也沒有馬超的尊崇寶物 如果你們有升西梁騎兵的話 記得要換上馬超 文酬是群雲類的將領 對兇奴有傷害加成 他的輸出力也不弱 我想也會有人用公宣讚 但公宣讚的輸出力不夠 有時會出現時間不足去消滅敵人造成戰鬥結束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因為這個情況 導致殺傷力不高 不過也有個好處就是死兵不會太多 文酬用暫盧劍可以令輸出力進一步提升 任命上將九是打扣匪最好的武力官界 其中五分之一的殺傷力都要靠文酬 後排有張國用孟子 騎子聲馬任命軍師九 張國我在第一條影片已經解說過 他是平民的重炮手 輸出力是最強的 用孟子雖然暴擊率沒用 但令敵人耐控也幫助很大 可以阻熱一下敵人 運氣好的話還可以令敵人的技能打到自己人 有人可能會用裝子 但在三分鐘的戰鬥當中 裝子的冤魂效果不可以持續使用 所以我會推薦用孟子 任命軍師九主要是因為計測傷害可以加20% 這點可以令張國的技能變得那麼強 有五分之二的傷害都要靠張國去打 魚吉是其中一位無聲都可以上戰場的紅將 我想大家都會有 因為當初系統出故障的時候官方慫 魚吉的戰場只限於打征吐球匪 他的技能其實屬於護盾形式 但比許柱要強 因為這是有攻擊能力的護盾 為損失兵力最多的三支隊伍召喚兵力 也就是說召喚前排的趙魂、許柱和文醜的士兵出來幫忙 可以存活6秒 如果許柱的虎衛軍是30級的話 馬超的西梁騎兵是30級的話 召喚出來的士兵實力是很強的 敵人不將召喚出來的士兵才消滅 是不能碰到隊伍的真拳 兇奴的攻擊力不高 橙色兵種升到更高級別 其實就等於無敵的狀態6秒 用漢書可以縮短魚吉開技能的間距 盡快保護前排 用白鶴馬的原因也是為了更好觸發漢書的效果 任命軍師10的原因是提升的智力是最多的 增加暴擊率這一點可以不用在意 兇奴是無視暴擊率的 華佗是目前補血最多的將領 一定要用他 用三律是因為三律必須要上場 可以增加全隊的服務力 沒有其他位置擺 所以就被華佗維帶 也可以增加華佗的智力 其實紫星馬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有人可能會用白鶴馬 但兇奴沒什麼控制的效果 張國和華佗用紫星馬就可以了 許柱、華佗和于吉 他們的存在是為了互補彼此 開技能後效果消息的空檔 希望可以做到三位輔助將領 無間斷技能陷接 這是最理想的情況 當然是可遇不可求 計策用一鼓作氣 這個是一定的 敵人有用上兵伐謀 雖然用八卦陣會被化解 但用八卦陣的主要原因是可以令敵人的防禦力降低100% 為張國的技能製造一次爆發性的傷害 可以有一次的效果已經足夠了 兵器方面我會建議後排用紅色兵器 前排用藍色兵器 因為有些情況會因未能在限時內消滅空路 令後排都可以生存到下來 所以後排用紅色兵器可以提升不錯的攻擊力 有時候可能會損失很少的兵器就可以回來 前排用藍色兵器是因為製作時間短、回復快、又便宜 沒有了都沒所謂 有人說有上兵器和沒有上兵器的殺傷力都沒什麼分別 但其實打扣匪的傷害跳動幅度是很大的 你可能會遇到只剩下半月的扣匪 那時候你的殺傷力一定會高 又可能會遇到三分之一血量的扣匪 殺傷力又會不同 所以不可以只看一次的數據 要看好幾十次的數據才會準確 但有用兵器一定是比沒有用的要好 這個是一定的 我自己是一件紅馬具一件套裝都沒有 主攻也沒有到七十級 軍兵只有一本 其餘的兵書都是最廢的那種 平均傷害可以在0.9億左右 我想大部分的平民按照這個陣容去配搭都可以做到 如果將兵書調到這樣的話 一刀要過一億是很輕鬆的事 不需要紅馬具套裝都可以做到 好,今次的兇奴陣容推薦就講到這裡了 喜歡我這段影片的可以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